各位同学好 在这个小单元 我们要继续将之前的 累算器的这个电路 把它整体的完成 并且呢 透过波形图让同学来看到 它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这个电路最后的情况 好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要来完成的就是 将我们上一个小单元 所实践出来的 资料运算单元 以及控制单元 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上层的一个 电路架构 所以我们先将最上层的这个架构 该有的界面 把它标示出来 那位元素也记得 一定要表示清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进行 把资料运算单元 以及控制单元 把它整合进来的 部分 好 这样一些中间值 透过定义的方式 定义清楚 好 那由于这里的 ACC load 直接就等于Bizy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资料处理模型来 直接撰写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 之前已经写好的 资料运算单元 把它引用进来 利用摆念的方式 就可以进行了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好 控制单元的部分 同样的 利用引用的方式 好 摆念的方式来进行 好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发现了 为什么我们在前面的课程 要求同学在引用模组的时候 请使用摆念的方式 好 就是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 很多电路 它的界面 其实是非常的多 如果没有经由 摆念的方式来连接 很常会有 miss掉的情形 好 所以 希望同学 养成好的习惯 那最后呢 end module就可以结束了 好 所以这个上层电路的实现 好 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透过 quartus的这个 好 展示 让同学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运算单元 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整个电路的 一个展示 好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将整个专案都设计好了 所以在 这里可以看到 好 就是我们刚才 已经完成的各种 核心模组的部分 然后呢 就可以来进行波形的模拟 那在这里呢 我稍微让同学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编辑相对应的波形图网 好 好 先展开一个新的波形档 好 那按照之前的流程呢 同学也知道 可以透过 insert node or bus 好 来进行插入 我想要看到的信号线 然后透过 node finder 可以来进行 好 那我们先透过pinode的部分 好 把该有的输入跟输出信号 先把它拉出来 好 那我的习惯是先把clock放进去 再来呢 就是reset的信号 接着是star的信号 好 再来呢 就是input的信号 好 那这里我们拉的是 好 四个位元同时拉出来 好 所以 不要拉到下面这个个别的部分 那再来呢 就是输出的信号了 那输出 我们知道 有一个busy的信号线 最后 就是acc的输出咯 好 那我们按ok 在这里呢 我们待会再重新选择我的 静置的表示 好 除了这些部分以外 为了让同学再看到一些 内部暂存器的情形 好 这里 告诉同学 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 把内部暂存器给加入 好 那同样是透过 insert node和bus的方式 不过呢 这里我们的filter 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选这个register post fitting 也就是呢 它经过合成之后 它也会把 好 内部的一些实体暂存器给对应出来 那如果有对应出来的话呢 它就会把它列到 这个部分 好 再打开一下 好 好 这边要按list 好 它就会呈现到右边的部分 左 左边的部分 好 那我 我们呢会把这个 acc 好 本身已经是输出 我们就不用拉了 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inputregister 好 拉出来看 还有呢 这一个 upcounter 好的信号线 我们可以拉出来 好 先把它放过来 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稍微展开一下 就可以知道它是 什么样的暂存器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来编辑波形 所以clock 就是这个信号线 好 那我们以10ns为它的一个周期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reset信号 稍微把它打开一点 我们可以在一开始 先给它一个reset 那之后呢 就可以下达一个star的信号了 那input的话呢 我们可以教同学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这里有一个r 其实就是random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random value 好 那我们可以呢 在每一个grid 这里grid的意思呢 就是每10ns 好 就会random一个数值出来 好 那不过这里大家会看到 因为它是用二进码 所以这时候我会建议同学 改变它的一个进制 那因为我们的输入都假设是 好 非负数的整数 所以呢 我会用实进数 无号数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数值 那如果你觉得有连续两笔资料一样 有点讨厌的话呢 你可以再 自己去改变一下任意值 所以这里再顺便教同学一个方法 就是 随意值的部分 你可以随意的把它改掉 比如说变成六 这样子呢 就看起来比较不会有重复值的 好 到时候我们在看波形的时候 比较容易被混淆 好 这是输入的部分 好 那bc因为只有单一位 我们用二进制看就可以了 好那另外就是 acc的部分也建议同学 好 用另外一种 静置去看它 不过由于呢 我们今天会有减的动作 所以有可能会产生出负值 所以在这里呢 我会建议同学使用 sine的dc来呈现它 这样子有负号出现的话 也可以显示出来 好 那我们再来就是下面这两个暂存器的值 都会建议使用 五号数的一个整数的表示法 好了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储存了 好那这个之前我 已经写好的 那我就把它改成2好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波形的模拟了 好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波形模拟出来的结果 好一样把这个信号拉起来 让同学可以看得到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开始这个reset信号发生的时候 这个输出都是为0 然后到这个start信号为1的时候 好接下来 有10笔资料才会是有效的 好所以就会发现这边的10笔资料会是有效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8这个输入信号 那么它就会载入到我的输入暂存器 所以可以在这里看到 好载入的暂存器的值就会是8 然后此时的bz就会拉起来 好所以代表开始要进行10笔资料的运算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输出结果 好第一个 好第一笔进来我们是做加的动作 好所以acc加完的话 在这个证元发生的时候 好它的acc的值就会变成8 好因为第一笔资料是做相加 然后第二笔进来的时候 好你会看到这是10 所以也载入到我的输入暂存器 好然后呢 它就会将acc里头的8去减掉输入暂存器的10 所以产生出来就是-2 好所以这里特别注意一下 要呈现出-2的话 你必须要将它的进制改成有号数的实进数 才会出现负号 否则到时候你观察起来会觉得很奇怪 好再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下一笔的相加 好所以-2再加上13 就会变成11 好以此类推 好再减掉6 就变成5 好5 好再加上3就变成8 好以此类推 所以整个做完的结果呢 好就会等于2了 好所以可以发现BZ降下来之后的这个情况 好就代表我的运算已经完成 所以答案就会是有效的 好所以在此时呢 外部的电路可以根据BZ的信号线知道 好我在它为0的时候就可以读取这个资料了 那下面这里的这个counter就是为了down这个信号 好所设计的counter 好所以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会进行0数到5的一个运算 好那也就代表呢 它可以透过这个信号来进行不同的状态转移 以及产生不同的控制信号 那后续的这个波形图呢 那同学可以自己去看看它的结果是否正确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展示呢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 各位同学在这个小单元 我们将整个累算器的一个电路 好终于把它完成了 并且透过counter的工具 它的波形图让同学看到它的实际结果 那希望同学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过程 给学起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整个单元的总回顾了 我们在一开始呢 先介绍了资料运算单元 介绍在里头使用到的一些基本元件的表示法 并且透过一些实例 让同学了解怎么样实现这些资料运算的架构 并且透过verilog的方式来呈现它 最后呢 最后呢我们又介绍了一个资料运算单元的实例 好是用一种累加累算器的一个例子来做介绍 那么实现出它的一个资料运算单元 好 然后还有搭配的状态及产生出来的控制单元 做结合 就可以完成整个电路 各位同学 在这整个单元里头 好我们已经告诉同学如何去实现一个运算单元 那么也透过一些实例让同学了解 那么在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们将继续介绍在资料运算单元里头常用的一些模组 并且告诉同学可以如何去设计 谢谢大家